用餐作業區全都客滿 攤位前的點餐人籠 更是自己的水蟹不通 這也是台中清水服務區 待年初三 遊客人數來到最高峰 往外一看停車格早就客滿 車子進進出出 流動率非常高 也難怪清水服務區多年以來 在國道的營業額都是第一名 目前是沒有塞嗎 沒有塞 覺得今年路況覺得怎麼樣 目前還算順暢 排上順暢 我們是要預計去哪裡 去那個北港 北港喔 拜拜 對對對 像中途休息一下 買了什麼東西 買就裡面排隊排很長的關東煮 然後就帶一些伴手禮回去這樣子 因為氣溫突然驟降 也讓這家在服務區內 唯一的關東煮生意超級好 外圍甚至拉起紅線 引導遊客 排隊人籠 又在統計在過年期間 從19號到23號 清水服務區短暫五千 往來車輛就有6.1萬 遊客數更是達到10萬人次 一夜額突破兩千多萬元 跟去年相比 業績成長四成 在這一次的備貨 我們還是以連假的一個 十天的一個連續假期的一個營業 而下去做備貨 那我們的不管是熱搜市區 還是美食街 還是伴手禮 其實我們是都被足夠的一個量 可以提供用路人可以選擇 服務區的店家早準備 加強備貨 因應這一次過年十天的連續假期 還有店家24小時不打烊 讓清水服務區人氣持續 居高不下 經濟新聞臨在林玉成 趙建林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經濟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換 露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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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粄